所以说我只要坚持两个月打一盘 我就是可以成功守门 那么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这边依旧是Game of FY 这边的话是中单 小龙 他的这个擅长英雄里面 发条暴女和大发名家 也就是大头 但是呢我们这个比赛服的版本 是有四个这个魔人班的这个名额的 分别是大头奥拉夫 辛德拉还有伦子妈 所以说他的一个擅长英雄 不能使用 这也是比较遗憾的 对的 发条暴女的话 都是目前场上非常火的中单 是那么这边是IG的刘志豪 对姿态 姿态的话 用一个字来形容他就是疯 疯 看他的 这就打得很浪的真的 我看样子好像不觉得他会很疯 就很麻烦的样子 他的内心的狂野 你从表面上怎么能看得来呢 是那种狂傲不羁吗 对 因为姿态也是在英雄联盟职业拳手里面 算年龄小的 所以他比较疯吗 他打得真的是 特别激情那种 观赏性很强 对 我比较喜欢看姿态的这个中单 观众朋友们都是比较喜欢看这种 比较疯一些的 对 因为你打得只要浪 是 观赏性就很高 对 然后作为观众来讲 你输赢我不管 你只要这波秀操作 打得精彩 我就喜欢 就是这样 那么IG的话 其实在我们国内 整体风格就比较偏重于这种 打得比较浪一些 对 经常会 只要有优势 会考虑月塔呀 或者说是 各种 各种强杀 各种EV2 对对对对 什么极限 不回家秀操作 这样子 所以说比赛比较 就是打得比较精彩 那就是观众朋友们 会比较喜欢看 包括我自己也就是 比较喜欢看 上来就打一波 上来就打一波 就是 就是要干 而且在解 我说实话 就在解说这种比赛的时候 我会全程 就是一个非常饱满的 这样态度 因为双方一直在补兵 一直在补兵 不打团战的时候 就是 千篇一律你知道吗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种 他上来就 一波 上来一波 就是特别有观赏性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是的 好 双方是已经进入到了 这个 BP2 那么这一场的话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个胜负关系 就是GAME FY 不管以2比0 或者2比1的战绩 获胜的话 对 他们就会有出现的 这个资格 但是 只要他们失败 不管是 0比2还是1比2 都是要被淘汰的 压力好大 而且他们面对的是 一个最近才战胜了 CG Frost的 一个韩国顶尖战队的 一个IG 对 但是不知道 GAME FY会不会像 就是上午下午一样 对 突然就是 哎 一边倒的情况下 穿出来一匹小黑马 嗯 我们也是期待一下 这个 GAME FY主场的这个发挥 是是是是 现在的话 IG战队是换了辅助